12月13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在新疆烏鲁木齊 舉行線上新聞發布會 邀請了過去一個時期 部分暴恐案件受害者 親歷者及家屬 還原暴恐案件真相 並首次披露 部分暴恐案件現場畫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 徐桂向介紹 過去一個時期 新疆深受暴力恐怖勢力 民族分裂勢力 宗教極端勢力的疊加影響 恐怖襲擊事件頻繁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 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 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 共製造了數千起 暴力恐怖案事件 造成大量 無辜群眾被害 數百名公安民警殉職 財產損失 無法估算 徐桂向說 新疆依法打擊恐怖主義 使各族人民免受恐怖活動侵害 是維護新疆社會穩定 保障人權的必然選擇 通過依法開展反恐 去極端化鬥爭 有效消除了 自身恐怖主義的土壤 有效遏制了 過去一個時期 恐怖活動多發貧發的勢頭 有利益維護了各族群眾的生命 財產安全 得到了全社會 以及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暴恐分子和暴恐事件 受到全新疆人民的共同抵制 這次恐怖事件 讓我終身難忘 我對那些恐怖分子恨之入骨 沒有他們的罪惡行為 就沒有我這一生的痛苦 沒有他們的罪惡行為 就沒有我們那麼多的家庭受到傷害 我希望 像這樣的恐怖事件 再不要發生 我現在反正就是 頭疼 頭暈 晚上惡夢不斷 失眠 這些暴恐分子對我們造成了 很大的心理創生 每當我想起我心裡都在 很痛 但是我不知道 怎麼能把它排泄出來 這些暴恐分子 你們沒有父母 沒有子女 沒有兒女嗎 這個心裡頭的創傷呀 這是一般你說我們現在都11年了 我想起這個事 當天晚上的事 特別特別讓人殘忍 那些暴徒真是 你跟他有什麼仇恨 我們都是這個 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你互相有什麼仇 你那麼深恨的仇 你把他打死 還要把他點著 這個我真的 跟著我這 長這麼大沒有見過 這麼殘忍的這些事情 現在 新疆 已經 連續5年 沒有發生暴恐案件了 我們 新疆各自人民群中 最大的 渴望和期盼 作為這個暴恐案件的親力者 我也非常珍惜 目前的這個 安定 想和的 幸福生活 我 希望 永遠也不要再發生 這樣的事件了 當前 新疆社會大局持續穩定 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 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民族團結更加鞏固 宗教領域 和睦和順 發展進步 繁榮穩定的新疆 正呈現在世人面前 原來是 由北楊 華宗教領域 蘋身 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